你好 欢迎收看7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您来关心的是 为了鼓励全国的国小学童 利用暑假期间来花莲游玩 并体验原住民文化 花莲县府是开办了本土文化 暨生态体验夏令营 14号的上午举行了活动记者会 结合部落的资源 以原民文化体验为主轴 邀及县内三所的原住民重点学校 有同兰国小 新社国小 以及西林国小 将带领小朋友们探索 县内部落的文化和生态 为了鼓励全国国小学童 利用暑假期间来花莲游玩 并体验原住民文化 首度由花莲县同兰国小 新社国小与西林国小 开办的本土文化暨生态体验夏令营 4T次5天4夜的活动 将带领3到9年级的学生 深入泰鲁阁族与哥马兰部落等族群 结合部落资源上山下海并学习族语 深度认识花莲 尊重并学习不同族群的文化 在提出城乡奉学的时候 我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校长能够支持 其实我也不期待全县的校长都做 因为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尤其是在寒暑假 所以我要谢谢三位校长能够提出方案 而这些方案其实对于孩子来说 体验旅游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特别安排夜间的一些课程 比方说观星还有就是萤火虫 以及我们学校自己的创课的课程 然后也把在地的一些就是工作方 然后结合学校所推动的一些科技教育 让学生可以DIY DIY之后它又可以就是伴手里又可以带走 我们的营队活动叫芝雅干小猎人当作这个主题 那我们希望让孩子来体验一下猎人的食衣柱形 那我们一开始就以这个制作猎人的这个御守项链开始 然后呢 活动我们安排了这个太鲁阁传统的这个 这个记忆文化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传统的仪式呢 让孩子了解到这个太鲁阁组的是一个这个 这个血迹民族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过程 这个夏日的那个文化体验营的当中 我们就是结合了我们的社区部落的资源 然后我们丰富的生态 然后来就是规划了就是所有的生态体验跟课程 同栏国小夏令营内容包含鲤鲤鲤木骨木鱼的生态体验 制作口黄琴 弓箭 传统木琴超级体验等 办理时间为7月27日至31日 新社国小有7月21日至25日及7月28日至8月1日两场次 结合社区资源及大自然生态规划一系列的课程 西林国小以感受太鲁阁族猎人传统生活为主轴 体验猎人的食衣住行 迎对日期为8月10号至14号 有兴趣的民众欢迎向学校洽询报名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